这是我送给你的 双喜临门 好了 无锡所有发生的事情 我都给你们讲完了 满足你跟染个的好奇心了吧 你在这故事里 听出什么感觉了吗 有事呗 你们两个就别在这儿瞎胡说了 这事说完了之后就翻篇了 我怎么听着有点未完待续的意思啊 挺默契的呀 你有没有觉得他笑 打酱油中的六合彩 坐着梦赢了大乐透 夜路走多了啪 玉明灯 我还以为他们俩就是去了无锡 没想到了 发生成这样 我觉得吧 陆希诺 他彻底的闻现 就差这么一点 嗯 行了 我的姐妹们 亲姐妹们 你们俩能不能不要在这儿演一个 我跟他根本就不可能 而且 要我说吧 你以后别说人家月老让你坐冷板凳了 这么大一礼盒在后面藏着 对你多够意思啊 啊 以后你啊 起床吃饭多拜一拜 感谢人家丘比特帮你把这活都干了 要我说啊 这陆希诺 八成是被他给吃定的 你们两个今天怎么这么默契啊 一唱一和的 明天我到郭德纲那儿给你俩报个班 行吧 哎 你别觉得我们俩在说相声 当一笑话就过去了 我觉得吧 苏玥这话说得挺靠谱的 耶 耶 你行了吧 别拿我寻开心啊 说你的 没心没肺的 出了那么大事 你也不跟我说一声 如果我知道这事 现在结果绝对不是这样的 那女的叫什么丁娟是吧 我绝对让她抓起脑干 生不如死 你别提了 我当时脑子嗡的一声 一片空白 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哪有时间顾得上你们啊 怎么着啊 你现在跟你们家那个 还想就这么继续过下去啊 我说了 你们别提了别提了 今儿别提这事行冒烦着呢 就是啊 你自己的事还没弄明白呢 就别提人家杨杨瞎操心了啊 我 我有什么事啊 选择性失忆是不是 我们刚才聊得火热的那个事啊 你们两个什么心态啊 自己的痛苦掖着藏着不愿意说 非得忘我那点破事是吧 你都说了我们的是痛苦 可是你的是爱情真的好 就是啊 爱情是什么呀 甘霖哪 滋润还来不及呢 还跟我们俩在这儿交心 什么甘霖哪 我看我跟她之间就是暴风雨将至 除去这个陆希诺对我呼冷呼热不说 她身边还有个玉敏呢 你打住啊 玉敏怕什么呀 咱妈不是说了一句话特好 只要锄头问得好 没有挖不动的死墙角啊 就是 你看我这一呼声声血淋淋的例子 你们说什么呢 把我当成第二个丁娟了 我可不是那种人啊 你呸呸呸呸 不要再跟我提那个狐狸精了 你跟我们不一样 我和我老公是合反夫妻 那小妖精 狐媚上门 小三想篡位 对于这种不择手段的女的 必须不留情面 像秋风扫黄叶一样 把她扫出家门 以免后患 你们两个 男未婚女未嫁 恋爱自由选择自由 我跟你讲 机会就是机会 过着这村可就没这庙了 嗯 根据我的经验啊 这陆希诺八成是该送礼了 表达爱意 嗯 爱意 这儿你买单啊 凭什么 陆希诺有钱呢 就是 反正比我老公有钱 来 来 包 不合适 先生 请问您是给女朋友挑选礼物吗 还是 即将成为您女朋友的人 那您想送她些什么呢 我们这儿专卖店的东西啊 都是当季最流行的款式 你们的东西是不错 但是 就没挑到特别适合她的 听您这么说 即将成为您女朋友的人 一定是个与众不同的人了 她呀 大大咧咧 没头没脑 还常常语出惊人 没特色就算是她的特色 乍看之下还有些粗糙 像是沙子 可是接触久了 倒也觉得有可以成为珍珠的潜质 这么巧 刚刚听你说的那个女孩 跟我要送礼物的那个女孩 真的好像 那是你的事啊 这链子是我看上的 服务员 这链子我要了 两位先生先别急啊 这条链子我们还有一条 请稍等 我这就去给你们拿 坐 看什么看啊 我有那么好看吗 周末把我拎过来加班 你自己却乐得清闲 真的是杀人不见邪的资本家 不对不对 这吃人不脱骨头的当代皇室人 难霸天 谁让我是你老板啊 确切地说是直属上司 而且无锡的策划案的确是很重要的 你必须给我保证质量 话说不让你在我眼皮底下工作 我还真不放心 别总拿工作说事 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其实是别有私心吧 我知道了 该不会是为了多看我两眼吧 你终于猜对了一次 脸皮真厚 我约了人 先走了 好好工作 吃人不脱骨头的人狼 没学习 喂 小李 嫂子 你打错电话了 拜拜 灵灵姐 灵灵姐 我错了 你别挂呀 有什么事啊 姐 我出事了 你又出什么事了 我 你猜 大姐 你别让我猜了 我正在加班 有什么事 快说 我有事 我有事 姐 我说你别生气啊 我那个什么 我跟一网友在宾馆见面 结果给骗了 钱包没了 你快来救我呀 姐 你真行啊 你跟网友开房啊 你还好意思打电话给我 让人关着你吧 好好教训教训你 姐 你别借此不救啊 我知道错了 你要不来救我的话 我卖身都还不起这钱 姐 你快来吧 姐 我招谁惹谁了 我怎么认识你呀 说吧 哪个酒店 姐 我发单信给你 待会儿你一定要过来啊 按你 小小的年纪 学人家开房 哪个酒店 我自己不想再来 不是 行 来 行 玩得真高级啊 住这么好的酒店 我没有了 还没有了 你还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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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我到了 你别逼我 好吗 等一下 小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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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了 又过来人又不在 谁呀 放开 谁呀 你 刘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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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白给你耍刘瓦 这你耍刘瓦 别打 救了你 刘瓦 小巧 莉莉 吓到你了 对不起 你滚开 滚开 我对不起 吓到你了 我错了 我回来了 把手放开 来喽 来喽 哎呀 妈呀 小帅哥来了 阿姨 你好 阿姨 你好 哈喽 对了 听说您喜欢看韩记啊 韩你哈塞哟 你找谁呀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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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快 他 他是我舅舅 很高兴认识你 别搁这站着 快请进 请进 阿姨给你倒茶去啊 他 他是我舅舅 刚从国外回来 站坐在我家里 刚出门的时候 非要缠缠我一起 不不不 什么叫我缠了你 要一起来呀 你为什么不带我来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你这叫不尊重老人 不对 不尊重青 青壮年 阿姨 阿姨 啥玩儿 叫我呢 对 阿姨 我知道她一出门啊 就奔着好吃的来了 阿姨 我的鼻子特别灵 我一出电梯的门 我就闻到您做菜的香味了 做好了吗 阿姨 她就这样 她说话比较随意点 您别介意 没事 没事 来 来 你坐沙发上 阿姨给你倒茶去啊 好嘞 阿姨 我来帮我等你 舅舅 咱们是来做客的 对 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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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呀 想那寻塞 塞 寻塞 是 好久不见了 你还会为我难过 我是不是该庆幸 你想太多了 谁为你难过 我是为了浪费你身上 那几年的青春难过 你跟以前一样 一样的可爱 你后来干什么 有事吗 我能干什么 我会来找你 找我 你是想给我惊喜 还是给我惊吓呀 又说孩子话 这么久不见你 咱能不能好好说话 咱们也能不能过什么 咱们那 你是官媒 人同的 家人 做这种无聊的事情 今天我是担心你我才过来的 这么怕我呀 是不是因为杨阳啊 我跟她在冷战 也没怎么说话 你不承认也没关系 不管怎么说 杨阳也算是个美女 你跟她冷战 你有这个定力吗 她没跟你说要怎么报复我吗 别再乱猜 你走了之后 她一句也没再提起过你 她只是嘴上不提 心里边想什么你知道吗 我这次让她受了这么大的侮辱 她一定恨得我牙痒痒 平静的外表下 不知道酝酿着多大的波涛汹涌 就等着把量变积蓄到质变的那一天 一步到位把我彻底摧毁 彻底解恨 陈淑峰 你怕 我怕什么 我是怕她 我是怕她会有伤害你的那一天 你知道女人发起疯来是没有理智可言的 我告诉你 如果真的有这么一天的话 都是你惹出来的 你不回来 我们就不会有这么多的麻烦 陈淑峰 陈淑峰 我回来找你 有本事你别搭理我 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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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咱俩好 你能不能早点下决断啊 我刚理这么长时间 你想让我混到什么时候啊 我真不知道你在急什么 我告诉你啊 先离婚的话错的是我 我要跟他分家产的 你想想看 我父母也不批准哪离婚 他们能接受你吗 那你想怎么办 好了好了 我会想办法处理的 想办法 从我回来到现在你一直在想办法 想到现在什么也没有 我 雪儿 你 你不要逼我 好不好 我 陈淑 陈淑 我求你了 陈淑 太香了 好香 太香了 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吃到中国的菜 那么这次我一定要吃得够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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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阿姨 您太伟大了 你干啥呀你 舅舅 这里是中国 不请你美国那一套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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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是在这样 你要是在这样我就把你送回家去 阿姨 谢谢您的款待 我一定会把您做的菜吃光的 阿姨 刘琳的房间在哪儿呀 在这儿 来 你 你啥事啊 干啥 没什么 我能进去看看吗 用端 那 那可不行 我们林呢 就起早就上班了 老晚才回来呢 这房子 阿姨还没熟识呢 那个阿姨就想 以后让她自己熟识 不管她这坏毛病 结果你看 你们就来了 没事的 阿姨 我 买了个小礼物给她 想放在她房间里 给她精神 那来吧 请 那个 来 来 请 阿姨马上熟识 阿姨 没事 来 您先忙 我把东西放下就出来 好 您先忙吧 撕下吗 我把东西放下来 你拿着 你拿着 拿着 我把东西放下来 你拿着 我把东西放下去 我把东西放下来 这白领 这金领 这跟你一样钻石领 长得多好看 哥 我有个建议 我觉得你别误婚了 你再给我找个嫂子 从今晚后你俩 手拉着手 唱幸福的小型歌 过着幸福的小生活 都多好 没兴趣 别啊哥 你就注注注注资一个 你要注注你自己注注去 不是我还真就想注注 哥 要不这么着 咱俩打个赌 我跟你喝酒 我要是喝赢你了 你就听我的 怎么着 怕了 不敢 怕怕输 你烦不烦啊 谁怕谁了 来啊 谁 谁怕 来 喝呀你 喝喝你 你喝就喝 你先喝 真是缘分 喝喝 喝 喝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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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给你的 打开看看 真漂亮 不过对不起 我不能收 喝喝 你喝喝 你不麻 我听着还酸呢 你现在穿的住的送的 都这么好 看来你这些年的香港混得不错 现在算是衣锦还乡了吧 那天我离开跟你说了 我不出人头地 我就不会回到这儿 我说到 做到 不错呀 你现在是很成功 了不起了啊 灵灵 咱们的好日子来了 我在香港这些年 不就每天 困了累了的时候我就想 我搞得自己这么疲惫 到底值不值 到底为了谁忙 为了谁辛苦 现在我发现 我觉得值 因为我现在看见你 比以前更爱你 你觉得你现在跟我说这些 还有意义吗 你把我当什么 当成是蘑菇是吗 永远长在原地不动 等你回来呢 我打开小伞拍着小手 欢迎你 我知道我知道 灵灵 我知道你是怪我 我怪你 谈不上 我现在对你的感觉就是没有感觉 我希望从今以后我们两个形同路人 我现在自己过得很好 不希望被别人打扰 灵灵 我这次是为了你回来 你可知道 那天我离开的时候就是 那天我离开的时候就是 就是希望离得贫穷远一点而已 我是去奋斗的 你干嘛现在对我这么冷漠 小强我对你冷漠吗 当初是谁说走就走 连招呼都不打一声 我承认我从前是爱过你 但是我没有想到 你会给我留下那么一段痛苦的经历 我好不容易把那段痛苦的经历忘了 你却突然莫名其妙地这样出现在我面前 你让我不对你冷漠 你想让我对你怎么样 可是我心里一直在想你 你想我吗 想 你真的想我吗 你想我你不给我打个电话 不给我发一个信息 你有回来看过我一次吗 我不是不想跟你联系 我不是不想你 是我不敢 你要理解我 你有什么不敢的 你怕什么 你怕我知道你住在哪儿 我跑过去把你吃了 我不是怕你 我是怕那个香港女人 她就是那个母老虎母夜叉 你不知道她的控制欲有多强 我不想你看见她 就是为了保护你 跟我的未来 就是现在 你已经结婚了 你现在已经是有父之父了 那你还回来找我 你想让我当你情妇啊 不是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她已经死了 已经死了 她的钱全归我了 我们以后什么也不怕 李练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你简直是秦少都不如 我 李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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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别闹了 我要在晚饭间回去 别说晚饭 今天你必须留在这儿过夜 不行的 你知道我现在已经很过分了 再彻夜不归的话 杨阳肯定会闹的 你现在已经怕她不怕我了是吗 怎么跟你说你都不明白呢 我不是怕她 我只是不想现在跟她的矛盾加深 如果她现在跟我闹离婚的话 你要我怎么跟她分家呀 就我以你那点破家产 你就一直这么让我有钱半夜没后半夜都过来是吗 不是说好多给我一点时间的吗 怎么又来了呢 反正今天就是不行就不让你走 手放开 我不 不许走 再说一次 手放开 不许走 陈淑风 你今天要是赶走 我就赶跟你回家 你 你越来越不可理喻了 陈淑风 淑 淑风 你会不会怎么了 陈淑风 刘林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怎么在这儿啊 陈淑风 淋漓 我告诉你 你要在这儿折磨我 小心我让你家翻了天 亲手不热 男人一个 看我的 你是谁啊 他干嘛要打你 管的什么你 陈淑风 看什么看啊 没见过美女 怎么一个两个 火气这么大 急是急不来 凡事慢慢来 淑淑姐 怎么样 太热了我哥了吧 你帮我摔一下 你骗我啊 下来 谁让你骗我 我告诉你 从今以后 离你那个不靠谱的哥 远一点 知不知道 干嘛呀 干嘛呀 要不要打个电话给杨阳 打个电话 打个电话 我手机呢 打个电话 喜诺 阿姨啊 咱们是不是可以开饭了 你饿了是吧 您是大酒爷呀 您吃 您请 谢谢 阿姨 这样吧 我给刘灵打个电话 那 那好 喂 是找刘女士吗 喂 咋的 打通了没 没人接呢 可能在回来的路上吧 熹诺 你咋的了 没什么 我想起我公司还有要紧的事 忘了处理了 阿姨 要不我先走了 真是抱歉 别 别 别 我还没吃完呢 吃完饭再走吧 你看阿姨做了这么多菜 那不吃不白下了吗 是不 阿姨 真是太不好意思了 那事还挺急的呢 要不 咱下次吧 那好吧 那个 那有空一定来啊 慢走啊 好嘞 好嘞 我 我吃完就回去啊 阿姨 别送了 慢走啊 慢走啊 那是吗 走啊 没走啊 没走就走啊 舅舅 您以后别管我叫阿姨了行不 我谢谢您了 你看啊 我要管你叫爷爷 你 你乐意吗 你 你爱听吗 是吧 吃吧 吃吧 哥 林明姐怎么了 你能吵架了 可能时间太长了吧 覆水难受 急不来 慢慢来吧 别着急啊 哥 这是什么呀 好不漂亮啊 别动 你送给林明姐的 她不是说给我呀 我带给你好看 你要喜欢我再买给你 这还差不多 赶紧 她是什么 你也想把你进去 我相信她总有一天 会收下 会收下 我相信她总有一天 会收下 什么都别说 什么也别做 把手机给我 走就走吧 干什么要回来 回来就回来呢 干什么还要来找我 找我就找我吧 干什么还要说你结过婚 结过婚就结过婚吧 干什么要偷人家女人的钱 没有原则 没有感情 没有良心的王八蛋 我的美好的精神怎么会给她 缘 真缘 你来一面 喂 小妇女 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 我刚刚在酒店碰到你老公 跟别人鬼混了 我是真心要劝你一句 你们两个事情 还是早做打算吧 抓紧时间 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 就这样 我管 喂 你怎么把电话挂了呀 她是不是跟丁娟 我弄死他们 快告诉我在哪儿 她在 我不能告诉你 我挂了 喂 喂 刘大千 喂 什么人呢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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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回来了 妈呀 你咋才回来呀 我今天路上碰到过同事 聊了两句 就忘了时间了 你说你怎么回来呀 这孩子呀 能办事心里就没个处 你说让人稀诺在咱家等了老半天哪 你不回来 结果人走了 你说谁 稀诺 路稀诺 那还有几个稀诺呀 今天不是周末吗 妈请人家上咱家来吃饭 结果你看看你 这么晚才回来 原来她是跟您约了 神秘兮兮功能玄虚的 没有道德 嘀咕啥呢 没什么 我跟你说啊 明天上班 去给人家道个歉 知道不 知道 没吃饭的吧 妈给你热情啊 对了 稀诺今天把她舅舅也带来了 把她舅舅带来了 把她舅舅带来了 对 她舅舅不就是 你没看她舅舅那人呢 太可笑了 一看就不靠谱 结果你看她办起事来了 还挺有苦的 看把你笑的 人家跟你办什么事不靠谱了 啥跟我办事啊 人家是来考察你的 考察我 考察你 能不能当陆家的儿媳妇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怎么就扯到儿媳妇上了 您不要想太多 我不告诉你 我都跟您说了多少次了 我跟陆星诺陆总之间 那关系是一清二白 没有任何纠葛 就好像白开手一样 一一干二净了 你知不知道 什么我多想啊 妈看得出来 你俩是狼有情妾有义 你就别煮熟了的鸭子嘴硬了 你看人心怒多好呀孩子呀 啥呀人家就乱七八糟了 你就不知道 妈今天心里老高兴了 谁跟她妾有义啊 我跟你说 林 你这孩子你就不能不当真 你知道吗 你看那心怒条件挺好 跟你也特合适 你这 我跟你说 反正妈是看上她了 我的妈呀 我这一天就够乱了 您就别烦我了行吗 我说妈 嗯 咱这今天饭还能热什么 不过饿死 妈 妈给忘了 也热饭你啊 热热 热热 又是谁啊 又是谁啊 来啦 那俩孔咱俩在哪儿呢 告诉我 我就吓死你 我 我 你俩玩啥呢 玩像那样呢 杨安来了 你好 哎 我给林林热饭呢 一会儿咱再捞客 啊 好嘞啊 阿姨 来 妈 瞧不瞧 这不方便说我妈 在咱转移阵地去苏月呢 妈 我不迟了 我今天晚上在苏月哪儿住呢 妈 不回来了 哎呀 你说这孩子火金火了的干啥去 哎呀 西诺送她的礼物 我咋没告诉她呀 你说这孩子我 哎呀 我相信你 我侧可 我看 没有了 我看